各位電視機觀眾 大家早又來到我們鳳凰命的時間 我是橫懷之恩 今天這行情來講 也是禮拜四的行情 還是差不了多少 這行情就怎麼樣 就是一個區間操作 但是個股上你要找尋找翻倍的股票 到底要知道什麼 你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以這邊來講 但是每天行情來講 永遠都有人在跟你談 從早上看到收盤的時候 都是什麼 都是大力光的訊息 都是大力光 那大力光對你來講 有沒有什麼意義 它一點意義都沒有 眼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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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最重要 因為他的變害已經四千二了 對不對 你說我也常跟你講 它意涵而戰 你要從大力光的意涵而戰 你要找尋一檔大力光 像以前在底部的股票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很難 絕對目前你如果 你能從這地方去重新找出那個 那個機會點來臨 那這個大力公的大漲到4200 對你來講就相當有意義 甚至我也跟你講說 大力公你就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手上有的 我會員我就叫他賣掉 我坦白跟你講 當然我們有幾個一些比較特別 特別的一些會員本身的話 他本身一直握到線上 我已經跟他講 4200的大力公你可以獲利了解 包括你這邊我也是跟你講一下 但是一般有大力公很少 因為一張大力公我常跟你講說 他代表的意涵就是 他是可以買一棟房子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說買豪宅 400多萬 你真的要在新北市買一棟房子 應該也不是很難 難不一樣 還可以買一棟相當不錯的房子 居住一輩子 所以他只是一張股票 所以來這邊 他的意義已經告訴你 他可以延伸什麼股票 未來會像他一樣大漲 因為資金行情的漲 漲輪動就是 你要能接受資金行情的輪動 會代替的一個什麼 如果你沒有賺更多一點 通貨膨脹馬上就來 現在大家已經感受到 你去菜市場 好可怕 菜好貴 還會更貴 還會更加的貴 這個地方來講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賺到錢 如果這個地方你一直沒有辦法賺到錢 那這個地方 真的 你一定要好好的什麼 來找尋 曾經告訴你在低檔 買進大力光去做規劃 包括我這波行情也跟你講 大力光告訴你什麼 來到9800的大牌一定會來 但是你在印證 我從1月6月4200 就可以了 我不敢說他是真正的高點 不敢跟你講說 他是真正歷史上的高點 但是他也是相對齒坡的高點 今年齒坡的高點 你不敢說 老師 你是說定嗎 法人五千塊 四千五 你管他怎麼調 我也有我的目標件啊 做人物要有點格調 你為什麼每次要跟著別人走 你為什麼不跟著我走 類似我叫你買大力光也沒有法人告訴你買 現在他告訴你四千五 五千塊 他叫你買在低檔嗎 你在相信他嘛 對不對 我是曾經送過豪宅給你的人 是你那時可能不太鳥我 因為覺得 老師那種摳臉的帶子 一張一千多塊的股票怎麼可能漲 對不對 那過去的不管 那最少我沒有犯錯啊 去年一整年來講 看的都是十拿九穩嘛 那今年的行情 我就跟你講說跟去年不太一樣嘛 他操作難度蠻高的嘛 因為這行情的第一季就是在九千五到九千 在裡面有很多股票會漲倍數啊 絕對不是大力光 你大力光跟我說怎麼怎麼漲倍數 他沒有漲倍數當然我會把它剔除掉嘛 剔除掉什麼 把那個錢留著買什麼 買一些會漲倍數的股票 那當然一定是一些低價股 叫好又叫做 你給他一點時間 抱著他 他會給你錢賺 那包括有些股票在休息 甚至我跟我們今天會員講 昨天一講講這樣 你就想想看 你人在睡覺你一直叫他起床幹什麼 你一直叫他 叫他給你錢賺 那根本就不可能 休息就是整理嘛 整理就是在休息嘛 那他在睡覺的時候 他睡到什麼 等醒來再說嘛 就不要急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找一些 你一些已經整理完畢的股票 正在起床 法人這個地方正在加碼的股票 也就比較好賺錢 那包括有些股票 你要願意輕輕放下 這地方就是一個重點 重點就是你的股票 要不要輕輕放下 包括你可以持續看我節目 印證下去 我說你寧願買玉金光 都不要買大力光 你拿大力光賺的錢 你去投資一點玉金光 會怎麼樣 不要看他昨天沒漲 就說老是他當好沒去 沒有漲 他已經來到105塊了 那更棒啊 棒在哪裡 因為大力光賺來4000 他們兩檔股票 以前94年 曾經都是一個500多塊 那兩個是真的 當然大力光比較高啦 他來到 他曾經94年12月 曾經來到600多塊 那玉金光 他在大力光的帶動之下 是最高來到500多塊 那有這麼七成嗎 一檔股票後來變股王 對不對 那當然是因為他公司本身就是 這個地方當然是一個人的一個眼光 包括你要看得準 看得透 看得迷 看得到未來 哪有沒有機會賺大錢的道理 這就是一個機會的開始 結果他不小心 已經從500多塊 曾經也跌到 跌到160幾塊啊 200塊都跌破了 那時你彎腰下減鑽 哇這個地方你這輩子都不用做了 對不對 所以代表你要賺大錢 你要有那種什麼銳利的眼光 幫人家點你一下 包括什麼這個東西 的確你要從基本面 包括一些國際觀 去考驗你的一個選股的方向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當然這個地方 就不能單用那個技術線銀 跟你解決掉的啊 然後如果說 沿技術線銀來講的話 他也是很棒的一檔股票 那話又說 如果他可以你要比價下 因為今年還有什麼股票可以漲翻倍 一定是低價位股 還沒有正式噴出 包括他也經過一個長期之鮮的打底 那這個檔股票就是所謂的 他已經睡覺睡了五年了 最少睡了五年 對不對 他空頭的格局走了五年 不知道從94年那時候 如果那邊算起來 那更不得了 對不對 94年到現在幾年了 一檔 兩檔都五百多塊的股票 結果不小心 這檔股票現在才一百多塊 甚至還曾經跌破什麼 還到38塊 38.5耶 那這種股票如果以現在來講 我覺得這個股票 你可以把它好好的抱住 最少你抱它我覺得風險不大 可是很多人請問說 老師那大力光你說要跌 那預金光要跌 我就覺得他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大力光代表說這個雙鏡頭的產業 的確光學鏡頭 的確不是這麼簡單切入了 那話又說 這檔股票就是因為 他本身他的技術比較低一點 那包括他之前毛利率相當低 你這個量率不高嘛 那現在人家量率真的提高 所以毛利率只要在第三季 已經來到快30% 不過小心你不要等它 再發布一個利多 你這檔股 我現在不是push你追高 我是跟你講說 你如果手上有的再上次 一百 實在很多人都套在一百 兩百塊 也很多人看我節目 運氣光你都會很會衝衝熱 這檔股票的確蠻好衝 但是你的確當它大漲的時候 你是一張都不能賣 不要忘記 你現在怎麼衝都對 因為很多人說 這檔股票真的衝衝賺很好 但是問題是在說 它曾經有一個月 11月份的時候 是從47點 應該47點3 大漲到90幾塊 漲到一倍多 到現在說是 它連一百塊都不願意跌破 如果嚴格來講 我要提醒你什麼 那時候我是告訴你 120塊左右稍作整理休息 休息是未來會漲更大 我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可以把那種鑽以前 抱住大力光的精神 好好把它什麼 抱住育菌光 我覺得它目前 根本還沒有正式在走 第二次的軋空行情 而且它捐值比在1月10號 已經來到 54% 我跟你講 小心二次軋空 這檔股票只要捐來到1萬張 你要小心再小心 我已經跟你印證過 當然這次來講 我也沒有買多低 我們會買到100塊 乘以後小漲一波在115.5 好現在115.5 如果 你沒有賣掉 你賣掉也好沒有賣掉 在這個地方 你本身都不要去 不要再去那個短線上 短線這個地方是加減 因為過年前很多人都想跟上 說有機會帶你賺 像我們昨天也做了一張股票 還相當的不爛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 但是育菌光這種股票怎麼 只能爆出 目前來講真的 他今天 他竟然沒有什麼短線上的行情 就只能爆出 我坦白講就是買不是賣 但是有些股票 你是不是要快走 你說你不走 你會重傷 我沒有告訴你嗎 你看這兩天 12月份營收全部公佈完畢 公佈到什麼東西 我沒有提醒你 我告訴你操縱不能買 是不是12月營收開始衰退了 這兩天買 他為什麼 你就說奇怪 那為什麼他衰退他要買呢 你告訴他為什麼要買 因為法蘭就是這麼有 欸 你以為法蘭真的就是 就是你可以依賴的靠山嗎 他拉高是一定要大 一定會你要跟著他後面大買 因為他買了後你要買 絕對不可以的嘛 他拉高是為了什麼 你自己看嘛 他衰退為什麼他要買嘛 我是不是告訴你150塊到160塊 他要解套金錢 對不對 你不知道聽不聽懂 我在跟你講什麼話 我說這種股票惡力到什麼 實在說內行人都知道 操縱是已經空單都已經什麼標階 根本沒空單欸 所以說在市場上 為什麼散貨人永遠吃虧的 人家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告訴你 最少我禁止你去買操縱 我有散尽到這個責任 因為操縱這兩天我特別記得嘛 報那個新聞台每天晚上都跟你 跟你講 哇這張股票今天有什麼特別力多 拉貨期來到 拉貨期又怎麼樣 單單這個衰退告訴你什麼 我說他毛利在衰退 那未來的營業率很可怕 2017年他絕對沒有去年這麼亮麗 結果不小心你就看到他昨天真的說 還沒有正式跌欸 還沒有正式跌欸 都147欸 所以說這個地方你就什麼 有些錢不是你賺的嘛 不要說看到我說 老師你今天講的股票 我們馬上漲 你這麼現實 你這麼現實的 你絕對賺不到錢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股票 哪一檔沒有給你一年 漲個倍數以上的 你怎麼從那個角度去看一下 你要加倍風啊要找誰 你要太驚了 我剛剛10% 20% 我跟你講你去找別人 萬不得已我跟你講真的 10% 20%是有機會 我盡量幫你賺 因為畢竟你沒從底部上來 我們這邊的確也在9點半之前 有開放就是一些 有機會帶你什麼 衝衝賺的一個 一個觀念 但有些股票 衝衝賺不是一隻要買欸 相當股票是只能賣欸 前兩天就不小心 我就講說 只要你趕到大力光你賣掉 那當天不是賺了200多塊 那這兩天坦白 這樣大力光沒什麼好賺錢 大力光只能賣掉 賣掉 就只能賣掉 賣掉等了 等了什麼 有沒有機會來到4000塊以下 再說再研究 再說再研究 我就跟你講得這麼清楚了 那如果他不小心真的跌到這邊 你覺得他 他會怎麼樣 他會這樣一直往上走 150塊 160塊 對不對 結果不小心 你要賣借倦賣沒有 你要買融資是多了不得了 那這什麼市場啊 不公平市場嘛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 不是為什麼你會輸 因為你只會做多 你都很排斥那種 那個空單 那誰幫你的股票放空 你想想 為什麼他都沒有空單 那為什麼大力光都沒有空單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這麼簡單啊 那包這張股票 這張股票你又想說 老師疊這麼多可不買 不可買 不可 他叫葡萄王 絕對千萬不可買 你不要忘記 這張股票的教訓 已經雪靈的教訓 靠頂喔 靠頂喔 我怎麼提醒你 如果今天跌停帽 我才跟你講的話 我這種股票根本 連獎都不能講 在電視上跟你講 我在 在之前要帶大漲 那300塊之前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絕對不能買 一不小心你被黏到了 你就會毀了 不是因為你手上 套牢一些耗頂跟中央 我就要做你生意 跟你講這些股票 那對不起你喔 那我對不起 我自己的道德良知 我跟你講 這種股票根本連獎都不能講 如果電視上有老師跟你報告 號頂我賺多少錢 現在我賣掉的話 你看你要跟著我來操作 下一次的買點在內 我跟你講這種人 我覺得你真的要有時候 要打個問號 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股票是要買主流 主流拉回你去買 我先跟大家講 你要怎麼賺多少錢 你要找尋 什麼是真正的主流 主流代表任何 任何短線 你沒有賣到高點都沒關係 任何的拉回找買點 你一定解套 好對不對 那像這種股票 真的 絕對是阻跌段 你如果買在這邊 買在這邊一路上 當然都對的 這地方你怎麼可能買呢 怎麼可能買呢 何況他進來公司跟你講 買褲長虎要幹嘛 什麼 什麼意大利利落的 利落落是一大堆 結果奇怪 股價怎麼常常不小心 就反彈就下跌了 我跟你講這種股票 你千萬不要去碰它 這種股票還有空單 如果你真的是賠了很不甘心 馮高大盤大漲 他什麼給你機會什麼 放空啊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做動 你在股市在尤其2017年 最重要的是你要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一個動作一個口令 我希望你聽清楚 今年我們的團隊 改變相當的多 改變相當的多 沒有辦法這行情叫主 這行情去年那種最好賺錢的時間 隨便買隨便賺已經過去了 現在來這個地方你要小心 你要股票集中什麼 可以加倍奉還的股票 說實在我點你一下 你比較不會吃虧 所以現在來講 我應該講說現在很多人在問我 老師保隆保隆怎麼樣 保隆已經成功了 已經成功了 你賺到錢就好了 好現在接著來講 應該真的這樣跟他講 我今天實際上 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這檔股票 好現在我們要推一個專案 就是鳳凰系列股票 因為現在今年的行情 的確低價位股特別活絡 特別的活絡 高價位股說實在 我沒什麼興趣 好我先跟你講 所以這是你的機會來臨 高價位股我沒什麼興趣 那我想這已經很明白告訴你 你可以好好把目光線 掌握到一些跌身的股票 如果以我最貴的股票 我手上最貴的股票就是玉金光 包括這檔股票 如果你手上有 你要把它乖乖留一下 叫均耗 這檔股票的確 我們目前都還在加碼 我都把標的股給你 我希望你多賺一點 希望你多賺一點 不要去萬態說 老師保隆很慢 可是再怎麼慢 我的股票讓你賺錢 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關係 而且現在通貨膨炎 錢白銀行又沒有錢賺 甚至不小心這種股票 有機會幾點你都賺在買方 就什麼 就不吃虧嘛 好現在接下來講 我要告訴你一檔 我認為今天它有個機會 但是我要蓋牌的原因是 我稱它為鳳凰五號 鳳凰四號我們已經進場 已經沒有辦法 現在先沒有辦法邀請你 這邊來講 我們已經禁止在進場四號 但是有一檔五號不小心 果然昨天露出一個什麼 最後的上扯點 在18塊五毛這個附近 它量已經縮了 我跟你講 我講的股票都是量縮之後 才叫你自己注意喔 你買不吃虧 這叫鳳凰五號 那我所謂的鳳凰號有個什麼 都最好都會轉倍數以下 你不管大盤漲或跌 大盤來到9500 9800 可能也漲不動 它持續來漲不停 這就是所謂的 加倍鳳凰的標的股在這邊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領先把電話撥通 那把手去辦有什麼好處 我們史上最大的優惠 是來講 因為你過年比較早 所以我們都全部 從元宵節之後 才起算你會期 所以目前錢幣全部送給你 而且包括早上來講 如果也不小心 因為大盤這個地方是在區間 有什麼股票可以點一下 現買現段上漲一下 這個地方來講 有機會 這個地方來講 你跟上今天這檔股票 我認為它是一個 不管是短線或未來 它都是一個波段 有一個機會的獲利 一個接入點 歡迎你 如果你也信得過我 保護你願意把股票集中 願意把一些大漲特漲的股票 放掉就要來換股座操作的話 今天9點半之前 你會接到我的親自打電話給你 告訴你它到底是誰 這種股票今年會不小心 還會漲倍數 短線上 因為剛好落到一個低點 你現買現賺 不小心會不會等一下漲停吧 等一下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那保護等一下收完盤之後 你可以知道我讓你當股票 到底是誰 我們等一下就會公布答案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回來 來 我們下一個健康的指示 吃得好 生活得好 和你做得好 你 你 用艾維諾 呵護你的肌膚 燕麥舒緩保濕乳 天然活脆燕麥清華 深入基地修護肌膚 一天開始緩解肝氧肌 兩週舒緩肌膚敏感問題 重現健康亮澤 燕麥舒緩保濕乳 沐浴乳全新上市 艾維諾修復基地健康彈亮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勝軍 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信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有寶寶 正光金絲高 不含帶菲尼 不傷肝 正光加味金絲高 更有效 寶貝在勇敢冒險的旅程中 衣物常會接觸到髒污 跟看不見的細菌 幸好我有白藍茶樹除菌 含百分之百澳洲天然茶樹精油 有效達到除菌百分之九十九 白藍茶樹除菌系列 捷徑更除菌 新春好料理 通保鮮味炒手 推價九十九 農湯任選兩組 只要一二八 妙招都在巧富年菜食譜 快上網搜尋 擔心塵蠻過敏原 交給白藍強效捷徑 捷徑更除蠻 你知道嗎 環境中有五大傷害 會影響肌膚屏障 讓肌膚水分迅速流失 露得清水火把濕凝露 不論炙熱、潮濕、強風、寒冷 抵抗環境傷害 漸進補水魔科技 四十八小時持續為肌膚補水、鎖水 有效修護肌膚屏障 我的五大環境傷害對策 讓我的肌膚可以真正抵抗城市侵擾 露得清一見更多可能 諾靜、酵素低名洗衣精 打擊常見過敏原 甩開肌膚敏感 靈香精、色素、銀光劑 來自北歐銷售第一 Nutral諾靜、肌膚敏感 No Facts 各大通路限時優惠中 先回到我們定了單元 那當然有些股票在底部 在浮現的時候 它要時間要脫離底部 那你要一點耐心等待 不要亂談 因為當初的保隆 實際上我在跟你報告的時候 我們不是買在最低點 因為那時我們從1號、2號已經推到3號 3號的時候 2號就是9月份推的漢語波 1號就是8月底 正式跟你公佈了西盛 去年我只推了3檔 鳳凰號 鳳凰號 那保隆果然也這檔股票 雖然賺不多 因為它比較後面推動 10月份開始 到一直盤一直盤到12月份 才持續大漲這一波 雖然如果仔細問我說 老師保隆這檔股票 20.5 當初我都跟你講過 我們講說老師你怎麼規劃 就這麼規劃 我在規劃一檔股票是這樣 我一定有把握 10拿9穩 其實有時候時間會稍微久一點 那有時候沒有辦法 因為股票這個東西 好的股票人人在買 尤其它這種有量有價的股票 公司怕也在吃貨 最早有什麼 我告訴你股票你買就對了 這檔股票是買在16.8 那時候我買完之後 還跌下來 我說一定等待突破25點 20.5 也是不是突破了 現在是不是這檔股票 有沒有正式突破 當然正式 如果你那時你願意想 而且什麼早要超過了 我股票就是這樣跟你講 我的股票永遠都不會回到 那個法人問清楚 怎麼可能再回到16.8 這個地方真的說 它稍作震盪 它也不會回 只是很可惜這檔股票 再也沒有底部這邊可以買進了 那例如我仔細問我這檔股票 它是不是 它就是主流股 這檔股票只要恨不得它有大跌 越接近大跌你買它的時候 越有錢賺 這檔股票反而是 你都是 都什麼 它都未正式結束 但是很可惜 它再也不回到那種 可以漲倍數的地方 我一路這樣跟你呆開 包括11月 都一直跟你報告說 這種股票 沒有在這個地方 16塊突破之後 就是正式還會大漲 近代突破 每一個地方都清楚楚楚的告訴你 你不知道短線的 你現在說 如果問我說 老師短線的18 我那時說18塊才是獲利點 多少趟都不會 現在實際上連18塊 你有看到你還要再加碼 再加碼 這已經過去了 那這檔股票是不是很成功的例子 好 現在接著有檔股票 你更要好好的把它續爆 就是要跟你 剛才上半分跟你講均好 2017年 我就跟你講大鳳凰股 它是其中的一檔 在演講後跟你講 這檔股票 元月份整理完畢 月線連三黑之後 1月份正式會上漲 那時候我跟你講 這檔股票17.5 試買不是賣 今年是不是2017年 我2016年告訴你 今年正是從1月份它會發動 果然你也看到 它12月份營收非常好 它12月份營收 包括它連成長 包括月成長 都是 是雙成長的 結果那時候 每個人都 把它當作一個投機 我是說它投機在哪 它只是因為它的公司 有一個特別的一些什麼 極單效應 所以在7、8月份 曾經小漲了一波 來到25.8 那時候我一直跟你講 12月份也跟你講 Colker你這檔股票 你真的喔 如果真的不小心 25.8美賣掉 這個地方你要好好把它保住 現在你回過來 是不是17.5是低點 當然是低點 這檔股票真的說實在 目前來講 我認為都是你本身 可以好好的繼續 抱住一檔好股票 有機會帶你出家事 這檔股票如果好的股票 你不能丟 這檔股票如果不小心 它會不會來到25.8 我覺得它不會很難 你看它今天開始什麼 馬上爆量上升 當然這檔股票 昨天沒有收最高 是來到它前波的那個什麼 23塊 你也知道這邊有一個 很大的那個跳空缺口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跳空缺口 但是我認為這檔股票 我不是來跟你談這個跳空缺的問題 我是來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成績在12月10日 不只我們會員已經買到18塊19塊 我說不要急 這種股票逮到機會 我們是買到18塊 近代突破22塊 我現在跟你講什麼 這檔股票已經正式突破22塊 大行情在啟動 你要安心續保 因為這檔股已經悶死你3個月以上了 那時候多少看到均衡 就把它當作什麼投機股 它哪裡投機 這種股票真的說 未來它不會輸保隆的 我跟你講 如果嚴格來講 它賺的還比什麼 比 它賺的相當的多 它是本業賺的相當的多 去年老闆跟你講說 它EPS要達到3塊錢 不小心我跟你講 這檔股票最少最少 憨不隆東的 老闆跟你講說它賺3塊錢 包括它的訂單是 滿載到第一季 所以代表目前來講 大盤往上的空間 持續要往上上漲 你手上應該擁有什麼股票 當然擁有是應該像這種低交易股 這種股票你要繼續敘爆 這種台式你要去 不要看到這種反彈上來 老師我看節目 我有抓下去後趕快把它造型 會不會不對 這種股票就是為什麼 你在市場上常常都是 坦欠錢要尿出去 撩了撩幾家股 因為什麼你都把賺錢的經濟 全部賣掉 王牌要打掉了嘛 所以你常常都沒錢賺嘛 那這種股票實際上 當底部在脫離上的時候 那種股票能爆你今天要不要 而且你還在加碼 坦白跟你講 我竟然還在加碼均耗 所以你有了序報 這種股票 我如果你手上有歡迎你拿過來 跟我們做一個加倍奉還的機會 因為很多股票這個地方 跟以前的時代不予 跟去年的2016年 是完全不一樣的操作方式 我要跟大家勸的是一件什麼事 去年有很多股票 你曾經撕掉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跟你講過很多股票 都漲一倍兩倍 今年這些股票 會不會重新再來 我認為這些股票 目前來講 都沒有可以漲倍數的機會 這個地方來講 我希望你把那個 忘掉去年操作過什麼股票 你要重新來講 今天有什麼股票 可以讓你好好的賺個大錢 我覺得這種股票 都是很不賴的股票 因為今天的選股 的確相當困難 包括他周KD的時候 那時候跟你講說 黃金交叉的時候 他都曾經小漲一波 將近倍數 這一次17.5 我說是買不是賣 他何況他這邊來講 你自己看他周線已經往上了 我請問你這個地方 如果複製成功的經驗 他周線不是很容易 就可以黃金交叉 低檔黃金交叉 這個地方又複合性的 二次黃金交叉 你覺得他未來會如何呢 所以這邊我想說 這個地方跟大家分享說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賺什麼錢 包括你看看 他的月年跟月營收大成長 那在23塊這個地方 已經開始放量上漲 所以他昨天是有留個上影線 那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不知道有哪一些人 就一直 當然他營收也衰退 也什麼 實際上在下跌過你仔細看 根本沒有爆量 我要跟你講的是什麼 那都是有些人 刻意在做打壓的動作 這是降溫一下 所以你手上如果擁有這股票 在高檔25塊8毛沒賣掉 23塊以上沒賣 你騷完誤到 這種股票機會來的 我只要提醒你 這個地方的量是縮的 這種股票有什麼好害怕 那包括另外一張股票 跟你講說 246億的光群 這張股票大跌你代碼就對了 這種股票真的 反正這種股票都什麼 都是你重新可以賺一些大錢的 一個氛圍的開始 我都會今年在第一季 好好跟你做規劃 所以很多股票你拿來換 那包括這張股票 我開蓋牌為什麼 因為它營收成長得相當的大 好好的把握 我們同步的上進場的動作 鳳凰5號等於來賺錢 這張股票在年紀 東京駅 丸の内駅舎を飾る窓 アルミで復元したのは 私たちの技術です 豊かな未来は私たちが作ります 日本3Qアルミ極品器蜜窗 有不不太欲被打 正光金絲高 不含戴菲妮 不傷肝 正光嘉蔚金絲高 更有效 超越大難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勝軍 亞洲頭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庫 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你知道吗 环境中有五大伤害 会影响肌肤屏障 让肌肤水分迅速流失 路德清水火保湿您路 无论炙热 潮湿 强风 寒冷 抵抗环境伤害 渐进补水膜科技 48小时持续为肌肤 补水锁水 有效修护肌肤屏障 我的五大环境伤害对策 让我的肌肤 可以真正抵抗城市侵扰 路德清遇见更多可能 新春好料理